看看轻泡洗完作业没 好 洗完了没 洗完了 走吧 干啥这样 存你的压岁钱呀 不是说好了吗 说我爸生的呢 三千八还没还过来 我先把这一万钱给你 爸爸在我后面 他能忘吗 你记得这么清楚 他怎么敢忘你说 给你的卡 给你的钱 哎呀 哦对了 告诉你们哈 我这个银行卡的密码 我们全家都不知道 爸爸不知道 妈妈也不知道 那你们肯定会有这样的疑问 就是我们存存 我们密码不知道 钱存进去了 怎么取出来呢 对呀 那我们先去存钱 等回来再告诉你们答案 行 带着这个银 我们去存钱好吧 走了 穿衣服 走 穿衣服了 好 爸爸把钱拿着 装兜里装好 行 没关系 这个银行就在我们家楼下 特别近 是吧 走了 在自动取款机上 就可以存 爸爸先进 一会我再进 好 怎么办 怎么了 带你书密码了 来 我进去书密码 这个是情宝去年压岁前 然后带利息还几毛的 对不对 对 好 放里边 好 再放一次 再来一次 一次只能放一万 对不对 不能超过一万 我们分两次放 好嘞 好了 确认 对 静静的等待吧 这个就是存完之后的余额 一万九千多 好有钱呀 情宝 嗯 走了 存完了 现在回去给大家揭秘哈 走 走 回家了 欢迎来到侦探情宝的解密时间 好了吧 赶紧告诉大家乖 给大家说一下我的银行卡的密码到底是咋回事 对 我的银行卡的密码 爸爸不知道 妈妈也不知道 但是不是完全不知道 那这银行卡的六位密码又是怎么分配的呢 首先就是 妈妈掌管前三位 爸爸掌管后三位 然后呢 爸爸相取里面的钱 他前三位不知道 妈妈相取里面的钱 他后三位不知道 对 我们都是为了以防万一要用钱的时候 把情宝的钱给取了 所以才用了这个方法 对不对 对 当我上大学需要用到钱的时候再取出来 还有我弟的那个教育基金 对 弟弟用到钱的时候也可以取 其他的一概不能取 这卡就是专门用于你俩学习用了知道吧 其他事不能作为其他用途的 这个方法当时是爸爸想出来的 爸爸在网上搜到别人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我们家也借鉴了一下 对 但是我以前的压岁钱都去哪了呢 让你爸给大家解释一下 来 爸爸 还说以前啊 我每次给你压岁钱 你看 你上幼儿园 你学钢琴 你学跳舞 你学那个 游泳 学画画 你学了多少东西 上英语辅导班 对 对 这些东西全都是用在你身上了 都是帮你去学习的 我跟你说 情宝 我们还要到天呢 你的压岁钱根本就不够 知道不知道 现在来给我们算账来了你 这事啊 我不算账了 你现在知道你占便宜了 我们吃贵了 所以它不够我们算了 好了 我的压岁钱要这样 一年一年地存下去 积少成多 存到到时候没有压岁钱为止 好了 屏幕钱的你 你的压岁钱都是爸妈妈替你保管的呢 还是你自己保管的 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哦 那今天就这样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